好 带你来看到25号下午2点左右 一名周姓驾驶开车行进花莲市区 国联三路 国联五路口正在停红绿灯 那么这时候路旁一名行人却突然往车子后方倾倒 接着摔倒在地爬不起来 就怕遇上碰瓷驾驶急忙报案 才发现原来跌倒这名男子单纯是喝太醉了 白色自小客路口停等红灯 一名男子从车旁边走过 下一秒却是倒在车后头一动也不动 驾驶吓得赶紧下车关心 男子却是突然翻滚坐起身 弄得驾驶一头雾水 整个过程被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器派了下来 还po上网 网友质疑 难不成是传说中的碰瓷吗 我当时看到他警察已经来了 他是倒在车子旁边 你是走路还是骑驾车 走路啊 你没有看到 没有 很对就对了 直接找到了那名倒在路上的男子 证实他喝醉酒 换个角度的监视影片 画面会说话 20号下午接近两点左右 男子喝醉 走路摇摇晃晃 经过路口红灯 白车暂停 男子可能喝得太醉 一时之间不生酒力 当场倒地 一名男子徒步行走在花莲市国原山路时 一时不生酒力 重心不稳跌倒 导致碰撞另一辆在路口停等红灯支自小客车 另行人男子酒侧有酒精反应 可能因为男子突然倒下 地点又在自小客后方 让其他用路人误以为是碰瓷假车祸 而男子实际酒侧值1.45 高得吓人 附近民众说 男子在附近出没 常常跟朋友喝酒 这回不生酒力 当街扑该受伤 挂上车上的费用 恐怕也需要赔偿 男子酒醉付出代价可不小